首先,医生会收集配偶的经验样本,并在胚胎室内进行洗涤及筛选。 筛选前,胚胎室的技术人员会抽取少量精子,并置于玻璃片上进行观察。 通过显微镜,可以观察到未经过筛选的精子的质量。 现在,技术人员将精子进行差速离心。 经过离心机的高速转动之后,活动能力较高的精子将聚集在室管的底部, 欠缺活力的精子会在上层的液体中浮游。 现在,再抽取室管底部的精子,在显微镜下。 可以观察到筛选之后的精子明显较为活跃。 医生会用一根细小的导管穿过宫颈插入宫腔内。 通过导管,把筛选后,较活跃的精子直接注射入子宫内。 一群活跃的精子将快速地游向输卵管。 卵子正被一群活跃的精子包围。 精子将游向卵子。 其中只有一枚精子可以成功进入卵子内。 大约两个星期后,便可到诊所进行检查。 到时就可以知道人工受精是否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